执法人员执法犯法最佳一等 霹雳一名助理警监无故对一名应议医生动粗 今天在刑事暴力罪名下提控上庭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法庭允许被告以2500令吉保释外出 49岁的助理警监凯鲁尼战 今早在医保推示庭面控 他被控今年1月14号校午5点45分 在医保失伪新村 向一名正在慢跑的34岁医生 谷温德兴蓄意使用暴力 抵触刑事法典350刑事暴力条文 并可在刑事法典352条文下被罚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不超过3个月 或罚款不超过1000令吉或两者监失 被告否认有罪 推示允许被告以25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下个月5号过堂 司法界再传贪腐丑闻 彭衡一名38岁的推示 涉嫌收受贿赂 作为包庇一宗香烟走私案的代价 抵触2009年反贪汇法令17-A 索取或接受贿赂条文 被告昨天傍晚6点10分 在瓜拉利贝洛网后 今天带上官单法庭申请延长扣留 推示允准延扣5天 直到来临星期天以协助调查 这也是继雪州新骨毛 一名司法部人员被捕后 再由司法人员因涉贪被扣的案件 反贪会首席专员拉利法早前指出 截至今年8月 反贪会一共接获20宗 针对法官及法庭职员涉贪及滥权的投报 另一方面 柔佛新邦令金一名61岁的老人员住户 曼叔 这个月10号晚上7点05分 用八冷刀砍死了和他住同一间老人员的 55岁住户阿斯里 触犯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最终唯一刑罚是死刑 今天在麻坡推示亭上面控的被告 聆听控状后点头表示明白 但没有认罪 法庭则定下个月20号过堂 并等待尸检报告出炉